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蓝鑫 今天的標題大家很熟悉 叫做吃來的正義 當然你可以看到 昨天的建設漲停板 今天建設創下了 應該也是掛牌會新高吧 對不對 我想我們先回到 這個電腦畫面 投資朋友 今天最高255元 我相信有很多的同業 已經受不了 今天跳下去再買建設 說真的 我今天本來有要 秀我們今天所有的口訊給大家看 但是我忘記帶來了 今天在漲停板附近 我終於做出了 這一年半以來的最大的決策 將近兩年了 過去兩年我們的建設 只進不出 大家都知道嘛 對不對 不管是80幾塊 90幾塊 100幾塊 120幾 對不對 140 180 甚至到200元 又回到120 都只進不出 都沒有出過 我今天在這裡 我本來秀給你看了 但是我 忘記貼了 沒有關係 對不對 今天要連帶告訴大家 我今天出了建設 去換哪一檔股票 順便給你看 我等一下如果記得再跟你講 好不好 我們出一半 對不對 讓那個 很篤籃我的分析師 看得很篤籃 所以我就要寫個出一半 買那麼多次出一半嘛 因為100張出50張 50張出25張 1000張出500張 我告訴你 都出得掉 今天成交了14000多張 絕對不會像某些小型股票 你光出幾張就要跌停板 投資朋友 不會像這種股票一樣 不會絕對不會 假設你今天有瑞基 你有500張 我請問你要怎麼出 對不對 這我沒有意見 好不好 這我沒有意見 我不跟你講這些東西 投資朋友 我只告訴你 吃來的正義 他今天創新高 對不對 而且 從我們一開始進去買的人 到現在為止 已經不是賺一倍而已 投資朋友 這是賺了兩倍的股票 甚至還可能更多 對不對 開心就好了 重點是把錢放到口袋裡面 去買豪宅 去買好車 去吃好料理 配合著政府說要解禁了 我今天在連線的時候 還跟大家講 我今天早上 就無聊在那邊看新聞的時候 看到國家音樂廳 應該說國家戲劇院 九月開始呢 開放全座了你知道嗎 現在要梅花座 所以你很難搶到票 要開放全座了 有一個明眼 表演工作房的 那一頁 這一頁我們說相聲 還是那一頁誰來說相聲 我忘記了 這次請到了這三個人 就沒有像以前那麼大牌 以前請那個什麼 請那個金 什麼金 叫什麼金 我一直忘記叫什麼名字 請了李立群啊 對不對 以前李立群 李國修最早之前的 對不對 李立群 然後什麼 這個什麼金 我一直忘記叫什麼名字了 對不對 這次請到了這幾位 我就比較不認識 不過呢 這真的是一個經典的名段 就是說有人啊 這個以前的西餐廳 都會請人來表演talk show 請人來講相聲嘛 然後呢 有人剛好臨時沒到 找一個人臨時來代打 這是很經典的橋段 我沒有時間跟大家報告 其實我小時候是聽 相聲長大的 尤其是這個那一頁誰來說相聲 對不對 那一頁誰來說相聲的 那個橋段我是 生殖於我心啊 對不對 什麼防空洞啊 對不對 什麼防空洞 什麼那個 這個什麼 一大堆什麼 等等的 有空來跟大家報告這些東西 這關係並不大 回到我們的池來正義 還有一檔股票也是池來正義 它叫優群 對不對 等一下花點 再花點時間跟你講生技股 對不對 今天我們手上的國光升跌停板 但是我說真的 那又怎麼樣 你畢竟已經跌停板出 你都賺一倍啊 成本三十點一啊 投資朋友 而且我們已經出一半再四十一塊多了嘛 我根本不以為然 等一下再跟你講這些東西 我們回到我們的 今天要講的東西 來投資朋友來 我們先講這個 這是我2018年12月25日的會員影音 其實你也在這節目看過了 這不是第一次出現 對不對 我要講什麼 我昨天是不是才剛剛跟大家講 這幾天才跟你講過了 我說 有一檔股票 你看我們一直在創新高 已經變千金了 其實我花很少時間 跟大家講這一檔 這檔股票叫什麼 5274的信華 對不對 我說我長線 還真的是非常看好它 其實它第一個目標價已經到了 就是那個15 對不對 那我跟大家講 信華大漲之後 請你要記得要看哪檔股票 投資朋友 其實不要怎麼樣 答案都在這裡面 你知道嗎 投資朋友 這是我去參加6643 對不對 它叫圓心科技 那是叫圓吧 還是銅 圓啦 它的上市法說會 就是2018年12月24日 這一場在哪裡 這一場就在軍曰 我也跟大家講 我是幫人家代打的 對不對 就幫昨天那位丹丹 丹丹從泰國打電話給我 LINE打給我 欸學長 學長 那明天那個 同心科技 那個法說啊 你幫我去參加一下 我說哇塞 怎麼幫你去參加 你人在哪裡 我人在泰國 我在休假 我那時候好久沒有參加法說了 真的 我有一陣子不想去參加法說 我參加法說都覺得沒什麼 參加達韻我也聽不懂 參加 這個什麼 一生精彩我也看不懂 那既然學弟拜託嘛 學長幫我去看一下 那回來跟我報告一下狀況好了 我人在泰國 我這邊泰國出差 不是啊 我在泰國玩 好開心喔 這種學弟啦 丹丹 昨天問我6532的那個丹丹 對不對 那我之後就去啦 因為他的主管範圍 他們是創投裡面經理的 他主管範圍就是 半導體 對不對 所以他昨天才問我6532的事情 好就去啦 難得喔 哇塞 對 過去我說真的 這些人我都只有看過名字 沒有看過他長什麼樣子 這位是立望總經理 沈總經理 立望總經理 同志朋友 沈士傑 我在 當時我跟 這個 我都節目都秀過了 沈總經理他說什麼 他說他去這個 他去這加州出差 他不能講說他去哪一家公司 他說去Q公司出差 對不對 他去Q公司出差 他來 他說啊 這個 他說這個台灣啊 台灣的公司他只 怎麼樣他只看好一家 看兩家很厲害 一家就是他們的立望 另外一家是什麼 對不對 M公司 對不對 同志朋友 一家是E公司 一家是M公司啊 E公司是立望嘛 M公司是誰 同志朋友 M公司是誰 6643啊 M31啊 對不對 然後跟你講什麼 我就遇到了 這一位尤鴻鳴 對不對 民歌大將啊 尤鴻鳴 對不對 戀上一個人 那都一切了 不是 他是林鴻鳴 他講的話 讓我覺得哇塞 因為過去我會覺得 這個時候信華多少錢 你知道 信華大概五六百塊 就很奇怪 股價值那麼高 他說他們是小型的IC設計股 他們仰賴的就是怎麼樣 上游的這種IP公司 不然的話 他們如果沒有 他們如果沒有M31這種公司 他們沒有辦法 養那麼多的這個人員 我就開始研究 原來有這回事你知道嗎 信華做什麼 做BMC 你知我知 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遠端控制晶片 現在要告訴你 原來信華的最大客戶 叫做浪潮集團 那你看到了 當你看到信華來到1500 甚至今天早上 信華的股價 投資朋友 昨天最高1575 我是沒有建議你再去追高 但是我長線還是很看好 你是不是應該回頭來看M31了 其實我講了很多次 我在M31 剛剛過200的時候就講了 他沒讓你失望 投資朋友 剛過200的時候現在也是5、6成了 對不對 這些都是池來正義啊 你不能每天都期望信華 每天報紙寫什麼6千斤 越寫越誇張 撲下撲離破 對不對 翔碩已經是我很久在講的股票了 對不對 今天 細力不錯 今天至少細力不錯 我也講過很多次了 本波段跌到哪裡 投資朋友 666 現在不要亂講666 會被抗議啊 對不對 一大世界666專案撤回來了 我們不能亂講666 不要被抗 他剛好跌到666 漲到1540 他叫細力 對不對 今天媒體還寫什麼 普瑞準備要1000 我覺得很有可能 對不對 維穎準備要1000 這都有可能 不過今天都稍微尾盤有點轉弱 不過我覺得那OK 你把一些空間讓給6643 好不好 對不對 這都是我跟你強力推薦過的股票 他叫磁來正義 對不對 除此之外 這就是 台灣的IP IP支付 台灣的智慧財產 賣這種所謂的細智財支付 叫林孝平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的時候 是智源 智源以前不是3035 以前叫5404 對不對 以前叫5404 你可能就忘記了 董事長是誰 董事長就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 對不對 總經理叫做林孝平 投資朋友 就這位 林孝平 然後呢 回到我們的核心持股 我今天告訴我的會員 大家分享喜悅 對不對 因為今天有人要買 對不對 有人要買 一定有人要賣 我怕他們買不到 因為前波高243 今天來到255 我也很開心 對不對 所有人都賺大錢了 就算你看我電視節目 不小心買到243的人 你也賺大錢了 大家一起開心一下 不過說真的 今天收盤還算不錯 你知道嗎 前波是24 我們剛剛看到 前波是 對不對 前波高點 前波高點多少錢 前波高點243.5 對不對 今天收盤價 245 他還收在前波高點之上 還算是一個強勢表現 那理由其實很簡單 歐美要解封了 對不對 歐美要解封了 當初大家擔心的IGBT 對不對 擔心的軍熱片 你都不用擔心了 但是誰早就跟你講過 那個人就是我 內容我不寫了 不講了 對不對 其實我跟你講過非常多次了 我等一下再回來再講建設 先來中間來跳過來講 這一檔我很少在講的股票 對不對 你都還記得 投資朋友 這檔是什麼 不是旺宏 旺宏我們出掉了 出掉我懶得講 旺宏什麼時候出的 投資朋友 我講過了嘛 投信瘋狂大買的那一天 就這一天嘛 這幾天嘛 投信瘋狂大買 我沒有騙你吧 投資朋友 法說後瘋狂大買 你說你怎麼知道那一天要出呢 我都知道投信那一天會瘋狂大買 我怎麼不知道那一天要出 然後開始大家在講 哇 Switch缺貨 4月底開始 Switch出貨 旺宏要拉貨了 全市場所有人都在講 那個時候是不是 你31塊買的 你30塊買的 是不是閉著眼睛 不只30塊 28塊27塊那時候買的 是不是閉著眼睛 全部給他們都很開心 因為你這一整段做完了嘛 整個4月份做完啊 跟他說聲拜拜對不對 那下面這檔股票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 投資朋友 明年10到12元 除非缺料 這是我所打聽到的資料 明年不是今年啊 對不對 那那個時候 其實呢我就已經知道 他的財報快要公佈 沒有錯嘛 你財報再晚再晚 你也不會太晚公佈吧 對不對 那我們那時候你看到 我們這時候是4月20日嘛 對不對 這是4月20日 你有沒有看到 這4月20日 投資朋友 我說明年10到12元 我們建議會員買在88到89元 其實我就買這麼一次而已 沒有買第二次 也沒有出啊 會員有人問我說 快速你是不是忘記了 我沒有忘記這檔股票 投資朋友 他財報出來符合我預期 我就覺得可以 OK就抱著了 因為他10到12元 明年啊不是今年啊 12元好不好 給你12元 給我10倍本益比 可不可以 可以的 那是不是至少要值120元 對不對 你不要要求每一檔股票 都像翔碩50倍本益比 翔碩其實也不是50倍 翔碩今天第一季8塊錢 投資朋友 他4月22日公告財報下午 對不對 隔天開高走低啊 沒有錯嘛 我沒有記錯的話 投資朋友 你去看清楚 4月22日在這裡 對 下午公告財報 隔天開高走低 每個人跑得跟飛的一樣 我不動如山啊 投資朋友 我不動如山啊 我已經跟大家講了 我已經盤算 好像大概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今天很開心的告訴大家 我一開盤第一盤 跟大家講 對不對 站穩100了 往下一階段邁進 投資朋友 你看不要像這些投信一樣 你看 真的是只有一個字 爛 投資朋友 給你看這些東西 我不是要故意笑你們 前幾天投信在炒什麼 炒安全帽 一帶一虧 虧錢的虧啊 投資朋友 是不是 虧錢的虧啊 一帶一虧 炒這種東西 有時候真的 我連看都不想看好不好 我連看都不想看 我希望的是一個趨勢一個方向 所以我跟大家講過了 回到建設 當初建設公告四月份的 三月份營收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分析了 你不是只有看營收創新高而已 你要回去看營收到底什麼地方創新高 結果就是散熱產品創新高 對不對 結果就是什麼 你看到嘛 投資朋友 跟去年同期比起來的電子零件 對不對 這些東西 你看到 也都增加了 只有什麼減少了 導線價反而有點減少 為什麼 那不好賺 所以我也跟大家講過 之前一直有人傳那些阿里布達訊息 說建設的軍樂片被搶單 是搶給誰啊 我請問你啊 現在敢講嗎 你講屁啊 對不對 現在你不敢講了啦 那我張鼠也跟他講過了 對不對 我們在我們的會員 專題講座裡面講得很詳細 IGPT 無錫廠 英特爾 AMD 什麼樣的進核關係 到底什麼樣的進度 其實我們在今年的三月份 已經跟你掌握得一清二楚了 就這樣子啊 有什麼難的 是不是整個廣情規劃好了 你在擔心什麼 你不用擔心現在還在 哎呦我的股票會不會解套 我不會會解套 你要擔心賺太多你知道嗎 環樂碳料太多了 碳料太多了會有什麼結果 請大家看今天早上 這兩天核紅 這個叫 這字怎麼念啊 澳門賭王的新聞 他有三個四個老婆 幾個都在增產 你要開始怎麼樣 你要開始擔心這件事情了你知道嗎 擔心賺太多 好不好 這都跟你講過了 完全都在有規劃之中 只是怎麼樣 幾個字嘛 遲來的正義啊 對不對 就像我跟大家講過一樣 我還有一檔股票沒出過了 叫 八三四一啊 對不對 我等到運成 我等到 數千 開工了 說不定我有 幾字頭可以出 不要亂猜嘛 我們就亂猜 我不多講 我不多講 好不好 那回到我們 其實這不過就是在兩個禮拜前的 股市週報 我會跟大家講 我本來要講瑞育的 後來我直接抽調講什麼 講ABC 對不對 可是我還是告訴大家 同學朋友 我最愛的股票叫做建測 請大家可以去看看股市週報 我怎麼講的 我輕描淡寫而已 對不對 那我也跟同學講 瑞育其實真的很好 只是我當天 本來準備的是瑞育 但是我抽調去講ABC 對不對 為什麼講ABC 今天瑞育也有寫啊 今年研發費用創新高 同學朋友 他今年的營收還在成長當中 中國Wi-Fi的標案 Wi-Fi 6 對不對 車聯網要等2022、2023 所以不是今年的貢獻來源 去年靠TWS 現在說TWS的單字開始在回流了 還有什麼 電視晶片是今年比較弱的一環 因為今年沒有東京奧運 本來他要期望8K的晶片 給他帶來什麼多大獲利 這做不到 可是光這樣子 他就有辦法 對不對 他就有辦法 非常不錯表現 對不對 那當然這一定是 股東會報告裡面寫的東西 他寫出來嘛 他很看好物聯網產品市場 對不對 內容自己看就好了 我不多講 因為今天的重點在這裡 ABC 漲的時候有什麼好講的 我請問你 對不對 我是不是也在我們的 粉絲頁跟大家講過了 投資朋友 不是我要做壞的 不是我要做壞人 真的 不是我要做壞人 投資朋友 對不對 不是我要做壞的 我只是告訴大家 這些東西是我在4月初就跟你講過的東西 4月初到現在漲多少 投資朋友 這家公司啊 台康從二字頭漲到多少錢 漲到69塊 這家公司從80元漲到100 我真的很佩服那些分析師每天就是摳買進 買進 現在市場傳出來了 說 我沒有講 我沒有講喔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你不要拿我80元東西 在180元問我 好不好 對不對 不要給我問這個 我只能建議大家 風險你要自己去盤算 你要自己算自己的風險承擔度有多少 對不對 就像我剛出講的一樣啊 投資朋友 你看 五價都漲了兩倍 漲了一倍多了 單單才來問我 不要說單單 昨天不只他 昨天除了單單之後 還有兩個法人朋友 都是法人圈的 問我 有沒有聽說什麼 投資朋友 有沒有聽說什麼 有沒有聽說會暴漲啊 我也很希望有類似這樣的股票 對不對 能夠趕快帶我會員進去買 我告訴你 我今天找到兩檔 有一檔我們已經先進場了 這兩天進場了 好不好 等一下再跟大家報告 我們先回到我們的標題 我當時為什麼抽掉 瑞育 我直接來講APC 因為第一個瑞育 我沒叫會員買啊 對不對 然後以後再說嘛 等有機會掉下來再講嘛 那為什麼講APC 因為剛好最及時的消息 我在講APC前一天 禮拜四早上 對不對 白宮準備要頒特別的行政命令 特定藥品要在美國生產 結果APC在今年一月份 就已經跟新墨西哥州 最大醫學實驗室 簽訂採購合約 目標五年之內啊 美國市占要達一成 當然那個時候 還沒有什麼武漢肺炎 他在做什麼 做一些病毒檢測嘛 APC其實我跟大家講過 他的名字叫什麼 Apply 什麼 Apply Biocode 對不對 就是 這個所謂的一個數位條碼 生物的數位條碼 對不對 生物數位條碼 而且他還蠻厲害的 我只能這樣跟大家報告 對不對 這個APC 剛好拿這來跟大家講 對不對 昨天跟大家講要抽身家嘛 記得拜託一下 好像大概50萬元左右 應該49萬 應該是50萬元左右啦 我不知道實際上數字多少 對不對 我不知道實際上數字多少 50萬元左右 另外就是銳池 就是我們剛講APC 這比較便宜 成銷價40元 你可能準備大概40萬 40萬多一點錢 因為還有成銷還有手續費什麼等等的 你去抽看看 對不對 很可能有機會賣到120 我這樣跟大家講 很可能 為什麼 之前 我記得前幾天抽到150 現在所有人怎麼樣 都在增快篩這一塊 之前我們講過的金萬鈴 大家記不記得 我說真的不要去追金萬鈴 真的 我已經講過了 他拿到的東西叫什麼 叫Notification 對不對 他不是拿到 怎麼樣 Approval 我只能這樣提醒你啊 有空大家去看看 因為中文的東西 有時候你可能沒認真看 但是英文的看清楚 好不好 英文的東西看好清楚 什麼是Notification 什麼是Approval 有一家公司即將拿到Approval了 如果我沒有 如果我沒有 消息沒有錯誤的話 對不對 如果我消息沒有錯誤的話 同志朋友 現在這兩家公司的價格是一樣的 對不對 金萬鈴跟這個 所謂的一個什麼 跟所謂的一個ABC 那我不要說我在推薦什麼金萬鈴 不要這樣講 好不好 四月份 四月初 我寫在非凡商業週刊 金萬鈴四十二元 我說最值得讓你去撈的 對不對 最值得讓你進去買的是金萬鈴 我講過了嘛 投資朋友 四十二塊啊 不是二家嗎 二家 四十二塊 這一天嘛 對不對 當天多少 那時候大家已經全力在喊進 保齡附錦了 當天的股價一百四十五 跟今天股價一百四十六點五 保齡附錦從頭到尾就差一塊五 但是金萬鈴呢 投資朋友 對不對 股價差那麼多 從四十二塊到多少 最高兩百元 今天收盤一百零 一百零七點五 今天收盤 還沒有收盤 它現在的股價跟ABC 幾乎同登同分啊 對不對 我們不多講了好不好 不多講了 對不對 剛好這一次ABC拉回 我覺得是一個相當好的位置 因為它標的價格 標這種 均價標九十點幾 對不對 但是你看到這個張數 我覺得再來是可以確認到 大概九十點幾啊 應該是它的一個相對的低點 今天東西講太多 這個 對不對 美國製造擴極生技 那誰在美國可以直接生產的 ABC 好不好 這樣跟大家講過 這我不多講了 好不好 這個都 這都新聞而已 貼給你看 對不對 寫得很清楚 Applied Biocode 這是 數位的一個什麼 數位的生物條碼 這個不多講了 對不對 他說現在二十加一 對不對 呼吸道的二十種病具 現在可以加上什麼 加上武漢肺炎的新冠病毒 新型冠狀病毒 對不對 瑞雲 我不想花太多時間了 我今天繡這張圖的目的 是要告訴你 我找到了瑞雲D了 我找到瑞雲D了 我當初跟大家講過 瑞雲其實大漲的原因是 第一個 它是台積電工業 第二個是什麼 它的CB 這太有趣了 對不對 這太有趣了 當初講過的 這檔不是也是CB嗎 3483 對不對 這也是CB 對不對 CB3483了啊 我記得那時候九十幾塊 我告訴你 你只要賭 你只要賭 荔枝三年內不會倒 大概三年 心力就要償還了 你那時候買九十幾塊的荔枝二 同學 你買九十幾塊荔枝二 你今天要124元 開心的不得了 開心的不得了 對不對 同樣的 投資朋友 來 反正追雲 對不對 賺很多 這我沒有什麼好講的 元泰 有婚代跟他報告元泰 我有寫了一段在我們的 粉絲頁 我說真的 你不要去怪任何人 只是我比較勇敢 我抓到趨勢啊 我抓到方向啊 今天元泰也是跌的吧 今天元泰也是跌的啦 對不對 沒什麼 但是我告訴你 我還準備要買元泰 但是先在講元泰之前 好不好 我先跟大家講這兩檔股票 A我們進場了 B我會帶清代會員進場 那A你說你進場了 為什麼還要再買 投資朋友 因為回來了啊 對不對 現在價格比上市進場的點更好 那B呢 B我只帶清代會員買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他股本很小 好不好 因為股本很小 來我們講一下 兩檔都叫瑞雲低了 為什麼 A他發CB 定折價 折一塊錢 今年要大擴產 而且他另外一檔CB要到期了 下個月 下個月的月中CB到期 我告訴你這家公司 他絕對不可能 想要還錢給你的啦 他一定讓你換股票的啦 一定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那轉換日期在下個月 我們提到了對不對 上一期的CB轉換日期 我多寫了一段啦 第一檔CB到期 就是轉換日期 在最後在下個月 在下個月 應該是月中 我沒有看錯是月中 再來第二個 B 投資朋友 B B是什麼 他是台積電供應鏈 結果我竟然發現 他本意比才13倍 大家不要忘記了 當初為什麼我去買瑞雲 對不對 我為什麼買瑞雲 不是買什麼 不是去買帆軒 不是去買什麼 不是去買 不是去買金頂 也不是去買 對不對 也不是去買紅碩 我也蠻看好紅碩的喔 就 為了6532的本意比比較低 現在本意比拉起來了 這個現在沒什麼好講的 那這檔台積電供應鏈 本意比才多少 13倍 毛利率3成 他掛牌的時候 近拍價將近100塊 加上成本之後 現在股價也是100塊 對不對 因為股本很小 這檔股票 我只帶清代會員進場 股本很小 以免到時候我賣不掉 不要搞得像這個 銳池那種 不是銳池 銳機 你要怎麼賣掉啊 那成交那麼小 對不對 我們安排這樣的一個操作方法 A我所有會員都進去買 B我只帶我的清代會員 去買下一檔的瑞雲 都叫瑞雲第二 好不好 非要為大家多講了 倒數第二天 對不對 今天 建設很給力 再給我創新高 剩兩天了 快閃行動剩兩天 這邊寫三沒有錯 再剩二好不好 剩二 就剩最後這兩天 一樣是慶祝我們的核心持股 昨天是建設漲停 今天是建設創新高 我希望大家 一起共同來分享 我們勝利的喜悅 祝大家超順利